我也喜歡乾乾淨淨的 是… 對了, 花打媽打 不如今晚留在這裡吃飯吧 我做幾道你們喜歡吃的小菜吧 真的嗎? 很久沒遲過揹起手勢了 是呀, 嘗嘗 那我豈不是不用做? 好呀… 那我先出去買菜 好呀… 好, 車行吧 好呀… 老婆這麼好, 你還能撞下? 又說他摸到一條蛇, 說他做就做了 你多勤勤, 真是這麼臭小子 花打 你們兩人在這裡, 當然是勤勤 做戲而已 這麼是 兒子… 你別這麼沒良心 其實May平時也是這樣做事的 我真的不值得你經常冤枉別人 我…我冤枉他… 我會冤枉他? 沒有, 沒所謂… 你… 幹甚麼? 跟我來… 走吧… 甚麼事? 你別問了, 走吧… 又拉我來你家裡幹甚麼事? 甚麼事?為了我的老婆 她昨天在你們兩人面前 真是勤勤, 往事不是這樣的 這個臭婆娘, 懶得出責任 我今天特地叫你們過來 就想證明給你們看 你…你今天想怎樣證明? 很簡單的 這臭婆娘家屎就不在家出去了 等下你們倆就比較辛苦 躲進行的櫃子裡 那等她一回來了, 到底是我說謊 還是她真的這麼勤勵 那大家馬上見溫曉吧, 好嗎? 我這天在櫃子裡? 是呀 我猜鬼哥你, 玩甚麼? 難道是竹奸嗎? 不是竹奸, 她這樣貓樣子 像個男人一樣 哪有人肯跟她在一起 你不當竹奸, 行不行? 你別整天吵老婆, 雖然這樣 你…家屎不是我壞 是事態嚴重, 花打 你…我是你們的兒子 讀生紙, 一顆瓷孤定 你叫我一輩子對著我這樣的女人 你不如這樣, 直接去廚房 拿把刀砍死我, 比我好 這麼嚴重? 說得這麼嚴重 這樣… 怎樣 到底是我冤枉她 還是她真的這麼壞, 這麼賤格? 你相信我一輩子那麼多 你一輩子躲起來就甚麼都清楚了 好嗎? 好…你別這麼怒氣 老爸, 這是我們的兒子 當然要幫他一次 看看龍與鳳, 幫他一次 來…辛苦了, 差不多了 你很多事 我等下來了 我把櫃子都收拾好了 稍後你們一聽到有甚麼真憑實據 那時候你們相信, 馬上衝出來 明白了嗎? 大聲喊, 衝出來就這麼簡單 你喊吧, 衝吧 當然… 我來衝嗎? 辛苦了 你不要緊張頭, 這裡是男生的 小心… 我老婆, 還沒寫得寫歌吧 好…我忍你… 忍你這一波 我回來了 老婆, 你寫我了 歡迎光臨 怎麼會殺死狗頭 老婆…你辛苦嗎? 對了, 老婆 好像你今天還沒辦衛生 除行還有很多碗還沒用 今天過節, 我休息 今天又過節?又過甚麼節? 今天番茄節 番茄節? 是呀 番茄節好像不是我們的節日 是否我們節日也好 總之無論是中國、外國的 少數民族的節日也好 都是我吳當尾的休息日 你的意思是說 只要有節日, 說得你哪個國家 你也不用做家務 好話 再說一次 好話 花膽媽打, 聽到了, 出來 花膽媽打在這裡? 知驚沒?讓你不做家務 糟了, 糟了… 花膽媽打, 你死定了, 進來 花膽媽… 在哪裡? 在哪裡? 花膽媽打, 暈倒了 花膽媽打, 怎麼會在櫃子裡? 最壞是你, 往時你還好 花膽媽打, 怎麼知道你今天這麼多眼睛 都不省 關我什麼事? 肯定裡面太焗, 焗也沒氣頭 還中暑還不去 快點送他們去醫院吧 你還說這麼多? 快點 來… 快點, 花膽媽打… 撐住, 花膽媽打 老婆, 我撐不住了 老婆… 你…你弄硬相片 我…我送了花膽媽打, 吃飯 別客氣, 老婆… 老婆, 等我, 老婆 媽打, 醒了 媽打, 媽打, 你沒事吧 幸好她送丸及時 不過休息一下就沒什麼事了 好… 我老公呢? 沒事, 你不用擔心 花膽在旁邊釣鹽水 是呀 我老公, 她體質比你差一點 送丸又遲了一點 所以要留遠觀察一下 不過我老公應該沒什麼事了 幸好剛才是阿妹揹我 如果是你這個臭小子 釣鹽水的是我 喂, 花膽媽打, 你這麼說話 我揹花膽來的時候 我都盡力了 你看我這樣的身材 我一直都揹著她來這裡 你還想我怎樣 說回來, 剛才你的媳婦 揹著你, 是跑下來的 不然這些人看到, 當你挺感動 幸好你有這麼好的媳婦 我真是幸運得你 你…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媽打 什麼叫她幸運得她 最壞就是她, 如果不是她… 你…你閉嘴, 你這個臭小子 我認定這個是好媳婦 你再如果罵她 你就算你有道理, 我都說你沒有道理 你這個臭小子, 你不可以冤禮 阿妹, 你如果是, 我就乖乖死你 媽打, 你…你不是這樣打橫地說話吧 聽到沒有?媽打英明 是呀…有個英明的媽打 有個賢良淑德的好媳婦 你倆玩了她, 不用理我感受 該死 咳二開, 真是癡化阿妹 你看她 幸好花打媽打這次沒事 有時候我也不肯過你 是呀…你以為我想的嗎 我打算讓花打媽打 看到阿妹的蛇王羊 當她是沙包, 殺一下她 要立立令, 變回勤力一點 那是意思的 唉… 你為何要阿妹勤力? 為何你自己不勤力? 對呀… 喂… 我們夫婦分工得很清楚的嘛 她是負責勤力的嘛 我… 你到現在都不知道 阿妹為何會變到現在這麼難嗎? 為甚麼呢? 因為你咯 當然要不要這麼齊? 我跟你說, 為何阿妹變得這麼難呢? 就是因為你太懶了, 你感染了她 所以她變得這麼懶 不可能 唉呀…你要想阿妹變回以前那麼勤快 那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要變得勤快 而且要變得越勤快越好 這樣你的勤快就會感染到阿妹 阿妹就會變勤快 明不明啊? 人文就有點名的 你鎖完之後就甚麼都不明了 神經病 不過話實話, 我也不明白 啊… 不, 這樣 我說過比較簡單的比喻 即是說你從今天開始 就不可以再跌腹懶憂了 你明白嗎? 一說就明白 明白嗎? 你會走的 這個意思 老公呢? 老公早安 老婆大人 好早安 老婆大人 好早安 哇, 怎麼這麼企理 哇, 怎麼這麼企理 早餐? 哇 哇 我不是發夢了吧 哇 你剛剛睡醒 哪有這麼多夢可才行 這個早餐呢 是你老公仔我 為你親手而拋製的 真的 嘗嘗 我先試試看 好, 老婆大人 好吃 你慢慢吃 我去穿衣服了 等等 你穿衣服了嗎? 趁你還沒起床 我何止洗衣服 我連地也拖了 桌子也抹乾淨了 脫行廁所也燒得燒燒燒 我老公轉了四天這麼勤力 你不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 我很喜歡 那你趁熱吃吧 好 我真的沒發夢了 好吃 好香啊, 老公 喜歡就好 老婆, 可能方便 穿衣服 剛剛才在吃早餐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看你的衣服穿了那麼久 是時候要洗的了 你脫給我吧, 好不好 這件衣服昨晚睡覺之前才會換 你穿了一整晚 這件衣服吵咪咪咪咪 很骯髒的了 你放心吧 我幫你用手洗, 很乾淨的 那我入房子換出來給你 謝謝老婆 慢慢換吧, 老婆 老婆大人 怎麼了 脫衣服 這件衣服剛剛換的 哎呀, 你這件衣服穿了一個多小時 很骯髒的了 是時候要洗的了 哪兒是骯髒的?沒有 還說沒有嗎? 那兒是骯髒的, 那兒是骯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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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大聲脫給我 我要洗衣服 那兒是骯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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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兒我換上房子去保住自己 不行 我洗衣服洗上癮 你快點隨便給我吧 老公, 拜託你不要再勤力行不行 你…你剛才說什麼? 你不要再勤力行不行? 你說的, 你叫我不要再勤力 從今天開始, 所有家頭細部 你一個人做了它 作詞星名之下 好戴上我們的妖嶽